热闹场面看到是开拓动漫季 1.3天在台北花博举行 光是前两天就涌入将近有8万名的粉丝 那么因为今年有很多国内外的会师 都来到台湾来共襄胜举 所以吸引好多粉丝来朝圣 不过为了抢这个限量商品 还有争夺会师的风采 我们看到粉丝真的是各出其招 来突破这个封锁线 照片中看到有人就不顾动线 企图要插队 结果当场被这个工作人员给揪了出来 还有粉丝呢 在上午10点开放入场前 就偷偷躲在桌子底下 企图要插队来购买商品 结果也被大家发现了 那么其中呢 这个日本人气会师毛玉牛乳 他在这个现场举办签名会 因为现场有人很激动 这饮料打翻在桌上 还导致签名活动终止 对此呢 这主办单位表示 除了在入口会加强劝导之外 出现违规插队的摊位 也会祭奠处理 入场时间一到 排队动线 涌入大量人潮 但却有民众无视交通追 企图插队 直接被两名穿着橘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逮个正着 拉住篮下 无视开放 进场的倒数计时 偷偷躲在长桌下 等到时间一到 直接冲到心里的摊位前 插队购买产品 大批动漫迷在门口倒数计时 等待进场 开拓动漫季 一连三天在台北花博 针驗馆举行 光是前两天就涌入近八万名 粉丝 不只插队乱象 层出不穷 还有更夸张的事 开拓动漫季连续三天都涌入 大量的民众到会场 甚至有民众因为不推及 不小心将手上的饮料 打翻在摊位上 知名日本会师发文 来台举办签名会 但堂位现场人潮不断 有粉丝打翻饮料 必须得终止活动 种种乱象 主办单位该如何处理 社团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还是会 未来会有成熟的动作 就是我们会祭典 主办单位强调 以规券代替驱离 毕竟办活动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不要让手术分子打坏雅致 我是新闻才邀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